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频 现在是4月10号的凌晨4点嘛 4月4号 那么今天我再做一个视频 好吧 上一个视频有一些留言嘛 我觉得有必要马说一些话吧 马说一些话 那么也回答个问题 回答一下问题 还有就是说一下这个股票朝底啊 我觉得有必要跟他马说一下我的想法 因为很多人很喜欢朝底嘛 很喜欢补餐朝底补餐朝底嘛 那么呢 其实我并没有说不可以补餐嘛 只是你补餐的方式怎么个补法嘛 是不是 然后我再就下位回答一下 下位回应一下这个RAAS RLX跟ARRY 我先快速的说一下吧 最近这个ARRY降了很多 是吧 我这里看了这个马力夫他的解释是因为这公司又要开始发行股票 这是一个原因嘛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嘛 是跟那个太阳能这个概念有关的东西 还有 然后说一下 RLX 这个是中概股是卖烟的 那最近这样很多 我看了相关新闻 他们的解释是 中国这个政府可能要稍微管制下这个电子烟的东西嘛 他最近也这样的比较猛 不过话说回来 我说这个 这个股票看起来挺有前途的 这个东西嘛 我看这个公司 这个云 我老实讲 我搞不清楚云 这云的话 这玩意竞争很激烈 是吧 我像在这个市场上可能有很多公司 并不止只有这个公司正在竞争嘛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 就是我没有对这个公司做太多 非常细致的研究他的历史嘛 我去Morningstar 我看看他过去也没有什么历史 就过去1819年到现在 这个revenue是确实呈现上涨的趋势还不错 但其他方面都是在不断的亏损嘛 不过其实也正常 因为像这种IPO 或者说 嗯 没有很长历史的公司吗 或者特别是这种IPO附近的公司吗 经常都是刚开始几年 经常都是亏损 所以说这也没有什么 包括像之前的 这亚马逊一开始也是亏损很多很多年嘛 包括这个特杀也是这样子 所以说 这个赚不赚钱 就是因为权利润其实到到无所谓 像这些刚开始公司 但是至于 我在想你 你想要买长线的话 你你要稍微看看 或者 别人看我视频这个 就是你看这公司的时候 你稍微了解一下他的 同行的竞争对手 有谁吗 他是不是 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最好了 这方面你稍微 去分析一下 特别是 如果你是说 长线或者是投资这些东西吗 要稍微了解一下他公司 的潜力 或者 所有可能 对他不利的因素吗 都要考虑进去吗 这三个里面啊 我觉得这有点虚幻 这个有点太科幻了 这个 我觉得竞争对手特别多 AIY 我觉得这个倒 这挺有意思的 这个卖烟的电子业嘛 说到电子业 你现在大家知道这个美国有几个最大几个烟草公司吗 一个是MO吗 我不知道你没买进去 其实 像我的话 如果买烟我其实我更喜欢回去买 这个是以前关注的股票 我更加会去买这种类型的公司吗 他的股息也是非常高的 我记得 现在可能就要稍微差一些吧 不过像MO 或者PH 好像PM 对于这个PM 你看这样 这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都是非常好做的 这都是成功率比较高的东西吗 而你这个RLX 中概股分险 其实你要有心理准备 你知道吗 因为并且包括大家知道现在中美的关系在金融方面 很多现在中概股 中国那些在美上市公司一开始 在香港上市嘛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新闻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到 如果中美发生就是更加严重的冲突 或者是未来 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反正你可以想象到 你这些 如果是中美关系很坏的话 那你所有在美国 这些 中概股是吧 中国的公司 其实说实话 包括在美 其实老实讲 如果在美的华人 也是有点不妙的 是不是 这个其实大家说 我说你心里话 但是我这个不是什么实证的频道 我就不多不说太细了 好不好 就大家心里有数知道 心里有底就知道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希望中美关系是和平的 是吧 不然的话对我们都不利 是不是 好吧 那么 总结一句话就是说 我自己的 投资原则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去买这种类型的公司吗 稳妥的 比较好赚 钱比较好赚嘛 然后你这种RX的话 你要有心理准备吗 你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相对于这种传统这种蓝筹这种股票吗 传统这些S&P500里面的股票吗 你这个东西考虑的因素有很多的 分析比较大一点 当然潜在的回报率确实也是挺高的 如果说顺利的话 是不是 那我就是要看下旁边 然后再顺便说一下潮底 因为这两个其实是合在一起的 理论上讲其实是合在一起 但是我这 是一个东西吗 我等下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这个视频我主要想说这个 这个潮底的事情 那么好 我先看看现在的这个新闻吧 是关于下周的事情 这里就是下周我业绩报告集结开始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 特别特别重要 就是说下周将是一个定调 下周是定调 就很多人现在都是 包括我自己 我其实老实讲 我在昨天的时候 我在其实我在前一天 就是我在昨晚录视频的时候 我还是比较 顾虑比较多的 比较犹豫 但是呢 我现在 随着我信息 聊天更多 当我意识到 这个下周我业绩报告才出来了 这时候就是好事情 因为如果没有业绩报告的话 比较更悬嘛 一旦有业绩报告 其实好的事情 因为我印象当中 基本上过去这几年嘛 很多其实历史上是这样子 一般情况下 业绩报告这段时间 股市表现都不错 原因其实大家知道为什么 因为 你业绩报告说嘛 很多股票涨财都是涨很快嘛 可能是345 平时可能一天 正常可能是1%左右 2%左右 但是业绩报告会一下子变成345%都有可能嘛 所以能够 能够加快这个 这个市场运 运行的这个方向嘛 如果是牛市 或者是小牛 那当然就是 加快这个上涨的速度 特别是 其实这个文章 其实先比起挺好 这里 这个其实 在它的首页 已经解释一大堆 我说明说在这里 说到阿里巴巴被罚了28亿美元嘛 今天的话 9号的旁边 阿里巴巴并不是太好 不过 可以关注接下来 这下周的话 阿里巴巴能不能够在 现在那个 关键为止能不能够稳住 不过我就现在还是 比较 等个几天 等我 我觉得是要等几天 看看能不能稳下来 特别是下周一星期的时候 看一下市场 对这个阿里巴巴被罚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但是一般来说 理论上讲 是个好事情 理论才 为什么 因为等于说你公司已经 就市场已经知道 你已经跟这个政府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这个钱嘛 钱其实对于这些大公司小事情 你这个几十亿 几十亿 几十亿美元 其实对于这些公司来说 可能几个月半年就已经赚回来了 所以说这小事情 如果说接下来阿里巴巴能够稳定的话 我就现在接下来未来这段时间 可能阿里巴巴 我就上涨的空间挺大的 那么话说回来 这个2020 season 它就说 is about to be underway 它这里是那位是 positive catalyst for start 我是非常认同的 就是我看这文章 说得非常好 大家知道在最近这段时间 最近这三个月 头三个月嘛 美国不是发了 发了大概是 我都忘记了 最近这些是1400 之前好像还有600是吧 反正他们是2000是吧 就这么 今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发了大概是 2000块钱的数字嘛 也就是说这些数字将会反映到 反映到公司业绩报告里面 所以他自己非常强调 就是consumer is also front and center in the coming way merchant retail sell 所以他这里这个retail sell嘛 retail sell report是属于 consumer discretionary 所以说非民生必需品 他这里在下方有讲到估计这个季度 跟上年同期相比 大家看一下 不是我错了 目前市场评估啊 跟上年相比的 这个earnings将会 bounce back 98% OK financial sector是估计会比上年同期相比 也会增加76% OK 这个 真的是挺吓人的 所以这里有讲到很多公司可能会 这个revenue的涨幅会达到50%到100% 因为我们知道上年这段时间 新冠在美国爆发的时候 那段时间很多公司业绩报告很烂嘛 是不是 现在将会回回来了 回来了 所以说bounce back的程度达到 90 100左右 所以说 这样的新闻 达到股市里面 我们就可以想象的到 接下来大盘是很难见 再加上联储局 就是说现在 有的人说 我就在上个视频有个留言说 认为市场会有个大回调 你说可能有些博主 或者说有些人 很多人认为会大回调 我觉得不至于大回调 可能回调 两三%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是很健康的 其实现在这个价格太离谱了 其实很夸张 但是 你说大回调指什么 你是指10%吗 20%吗 我在我个人认为 什么叫大回调 10%叫做correction吗 市场 20%叫做熊市吗 一般来说5% 一般来说 我记得他英文美国是这样子吗 5%叫做dip 如果这样的股市 这样的百分之 这个5%吗 它叫dip dip 10%叫correction 20%就是bear market 5% 10%跟20% dip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5%非常的正常 非常正常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5%了 是吧 我最近这一个月好像也没有5% 现在这个市场真的是 是几乎是垂直线上周的 最近那个科技股有5% 应该纳斯达有5%吧 但是那 好像这个也没有 我不是很确定啊 这里好像没有5% 不是很确定 反正 总结一下吧 就是因为下周的业绩报告 可能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导致 估计 市场应该来说 还会继续上涨 或者说不容易这样 他就说下周是 呃 星期三是这批银行 银行公司吗 JP Morgan Gormansett 这些 Wolfsfargo 我没有人看看CityGroove 呃 哦 他们这几个银行是星期四的 那星期三开始有公司的 摩根Stanley是星期五 啊 今天下周还有PACY 跟Delta airline 哇 Delta 还有PACY 呃 平均下来他是 哎等下我怎么搞的 好吧 大家知道 现在就 我的大概想要说什么 反正理解就可以了 呃 他这里确实是说看哪个板块 有些板块 呃 公司的 涨幅可能会非常大吗 呃 有些板块可能是他这些 有些是低点反正也是几十%反弹 哎 怎么搞的 我的鼠标怎么搞的 怎么定不动呢 有点卡电了 不好意思啊 好吧 就这样子啊 那我现在就回应一下 Oh my god 等一下开什么玩笑 怎么卡了 Oh my god 千万不要这样子啊 哎我都录了一大半了 快了 嗯 我现在就回应一下 这个啊 AAS 跟这个 这些东西啊 其实我这样你上次 前两个星期吧 半个月吧 有问我 有有问过这个东西 那 我先说一下 你 你把苹果测了三分机 然后去买这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把苹果测掉 我这苹果好好的 为什么要测掉三分机 对吧 对吧 你苹果测掉三分机 苹果的话 接下来可能会涨到 欧坦海吧 144到这里吗 所以说接下来这段 这可应该来说是 理论上讲 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我是觉得 你测掉三分机 其实也ok的 老实讲 如果你是做短线 你如果你是做 如果是做投资中场线 其实我倒觉得没什么必要 如果是做短线 有些人可能你是做日线 那还可以理解 谁说 然后你 就是你把想要把钱投到那几个地方 我先说到旁边吧 啊 aas ok 那现在的情况呢 如果要加码的话 如果要买的话 我个人我因为这里有的主力 你可以看到这地方 这地方 蹦下来 下来 下来 要买的话就是 理论上讲 要等到他 突破这道 可能是这道主力吧 算是主力吧 是吧 要突破这个地方 也就是可能价格要回到 等一下他们 怎么搞的 就是价格回到13块5毛左右吧 13块 13块4毛或者5毛这样子嘛 就价格 就是 你就是要冲上去 而且 如果尽量是坚持一天更好点 这是一点一两天 当然越多天越好 这样的话再补偿 我如果是 我如果是看到这种旁边 我是这样子 我是这样理解的吗 知道吗 就这样子吗 但是他如果继续往下走 那就放弃 那接下来肯 因为他可 他有可能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 你不要小看 知道吗 很多人觉得不可能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 他可能会降到1块2 345块都有可能 然后下一句旁边是 非常卡 我的天啊 我想今年把这个视频录完 因为我视频都是一次性 我没有说什么两段合并在一起 我都是一次性录完 没有分开的 然后关于这个RLX 像这种类型的东西呢 这种旁边的话 我如果要考虑 潮底的话 就是要 价格要到 至少我今年到12块左右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你现在这里买进去 我 OK 我只跟你说我的想法 就是我要把 因为现在这个阻力很大 是在C块 反而是如果你这里 如果买进去的话 他有可能到这里 又倒下来了 一直在这些徘徊 然后继续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嘛 所以呢比较安全的方法 就是说 价格要回到 差不多是 11块5吗 或者11块9 或者将近12块这样子吧 并且能够维持得住 几天 当然越多天越好 然后 再买 对 你知道吗 就是把 把这段下降的趋势啊 给他走完嘛 把那些卖家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把那些 对这个公司不看好的人 卖家全部给清光嘛 把这些人全部 对这个股票没兴趣的人 全部清光 剩下就是 感兴趣的人来嘛 就是说他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嘛 比如说 这样子嘛 哎那这样子哎 然后接下来蹦冲上去 然后再买进去嘛 如果他他当然如果有有还很穷 就是他可能就是碰到这里就一直往下走 就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到时候再说吧 是 下一个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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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也是这个情况 这里这道 这道主力 感觉差不多 你看这里下来吗 这里吗 这里吗 他有可能 你知道什么 他可能会继续往下走吗 嗯 他没有现在都如果 股市不好 他就直接奉充 29线下冲呢 其实往下走 因为这个旁边非常漂亮 非常清晰吗 下下趋势吗 波浪行吗 那也就是说 什么时候买 考虑补餐或者说开单的话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 至少要加个 冲过这个 这道主力吧 然后再考虑要不要买 因为等于说他现在还是下降趋势 没有任何改变 包括我刚才说这两个 包括我刚才说这两个公司 都是就是 还没有稳定下来嘛 就是还在这里震荡震荡 知道吗 我是这样理解吗 所以说 这个等于说也是 也是回应了这个 也是 把这个 年纪 黏在一起嘛 就是关于说一下股市股票 潮底 因为你这三个 其实你这 这三个 就是在潮底嘛 你就是要抓住最低点 想要在最低点 或者说 买嘛 那我再说一下 关于一些题外话 关于这个潮底事情嘛 就是 这个东西 呃 潮底的时候啊 我的理解就是 你 呃 就是 你他最 你你肯定要有个阻力嘛 是吧 他就一直往下走 你也就是要破了这个阻力 要突破这个阻力 然后再考虑买进去 你在什么 我是这样子 如果你直线下降 就没有无底东这样子嘛 呃 反正就是说 对于大家 你以为我意思吗 你不用你这样子嘛 你你你你你现在就潮底 潮底一直底 他可以 就是你要 知道这个 本身这个盘面的趋势吧 他如果是下降的趋势 那你要等到他 反弹的时候 或者阻力破的时候再买进去 当然买的时候可以分成 呃 不要也有时候安全的 也不要一次自己买了 呃 可以分开买 分分个两次三次四次也可以吧 你不要太也不要分的十次那太离谱了 我就没有必要分什么五六七八次 那个太夸张了 可能两次三次我就就差不多够了 或者四次这样子吧 两三次这样子 三四次 呃 对就是我这就是我对这个 潮底的想法嘛 就是你你要确定一下阻力之后 突破之后再买 可以考虑分多分几次买嘛 不要一次自己买 呃 还有你要教育消息 留意一下业绩报告嘛 业绩报告 然后还有点就说像你这个 关于这位 网友嘛 说 你把这个 苹果卖了 呃 我不太理解 你你为什么把苹果 哦对对我可以理解 就如果你是短信的话那就OK 但是我想跟你说一点就是通常情况下股市 我们是这样 我是这样理解吗 包括我看了一些书籍很多东西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买的东西 你尽量要买 那些 涨的 你知道吗 涨的说明说什么 说明说别人有兴趣 机构投资的或者谁 大家感兴趣吗 这样的话说明说 别人不看好他吗 才会见吗 这样一样 呃 所以说 加仓或者请平时的话 我一般来说都是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一般来说都是只会 股票涨的时候我才会接吗 这样的时候 至少交易方面我是 我印象中是没有过吧 可以说是 我现在不想说百分百 但是我几乎是 我知道我最近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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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在股市见的时候还加仓 我印象没有什么印象 呃 如果要加的话 觉得也要也要很很 还其实我知道有一种方法加 就是说你买加的话不要 这样的太多 就你买进去 有的时候嘛 你不知道价格好不好 那怎么办 就有的时间怎么他们 先买一些吗 先买一些 那明天见一点再买一些 但是他止损是在这下面 或者就是测场是在 就测场 比如可能测场是在这里 但是呢 他这里先买 呃 试分机 然后明天降下来再买 啊 这样子嘛 只要没有碰到这个下方的一道 一道止损性 或者说 脑中心理止损性的话 他就可以 可以 头几 头几当可以 就是 就是 也不是说一定要涨 才补仓 这样也补仓 也ok 反正只是拿个平均价而已 但是一旦降到这个地方 蹦 撤 啊这也是一种方法嘛 我知道这也是这也是一种方法 ok 因为这个股票 啊 这个交易这东西很有弹性 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有些 仓位比如说你不能够 对吧 太猛是吧 这个这个要想清楚 好吧 就这个视频基本上就讲到这里了 还有什么我看一下 哦还有个就是关于 你觉得真的不打算买科技股吗 NQ已经做完了 这个WD呢 个人感觉DJ的低 就是道琼斯的钱会回流到NQ 对啊 你这个现在这个那啥不是最近这一个星期 表现就明显高过道琼斯吗 很明显吗 就钱都已经回来了 现在等于说 基本上 所有的板块价格都是一个在一个 Altah就是一个 Altah的这个范围吗 都都是这样子的 没有说一次钱的话 还可以说 NQ确实 比如说两个星期以前 就是我之前 这把四月开头的时候 三月底的时候 确实当时 NASDA的很多股票价格还不错 现在的话就没有什么好价格了 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了 最好价格已经全部 我脑中能够 我是一个都找不到 我所想要最佳价格 最好价格 但是 并不是说我不会买 我可能我甚至还会加仓 知道吗 就是我 比如他趋势已经好了 对吧 我还会再加 我再买进去 再加进去都有可能 包括我今天我买了一些股票 我今天买了PCAR 我今天其实买了几个股票 挺多的 买了好几个 买了三个吧 两个这样子吧 你今天买了这个 你今天买了这个 哇这个电脑太卡了 没办法 我不知道 我就就是PCAR 那不是这个 太卡了算了 OK 这么高了 哎呀 算了算了 哎呀太卡了 OK 大家知道就可以就是PCAR 跟那个我上一个视频 提到了这个LW 我那个有买了一些吗 看看下周怎么样 我可能到时候再加进去 还有个是ABBB 也是我今天9号4月9号买的 好吧就讲这里 我们现在就看看下周 非常的关键 下周 我觉得下周 如果业绩报告漂亮的话 漂亮的话 能够稳下 我觉得 可能这个 接下来 这个整个业绩报告 这一整个月 估计 应该来说 股市很难建起来 应该能够维持住吧 我们看看业绩报告怎么样 现在就是市场 是比较 看好 现在市场非常看好 我自己觉得也是 应该是很漂亮 因为 最近政府不断的发钱 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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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些钱呢 老百姓都直接消费了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上一周的 这个就业吗 非常的漂亮 是吧 非常漂亮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家 你业绩 你这个 好 就业好说明说 工作忙吗 生意好吗 大家才会请这么多员工 如果生意不好 对吧 那也不用请这么多人 所以说当我 上一周 我们的这个 市场业绩报告很好的说 所以就是 非融就业报告很好的时候 我们其实 我想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接下来这个业绩报告公司 也是会相当的漂亮 OK 好吧 下次再聊 谢谢大家收看 OK 拜拜